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潘老師現在所在位置 試一下樂器行 在三明路上非常有名的 全運音樂社 那潘老師為什麼來這裡呢 各位小朋友都知道 潘老師電腦教室有一把吉他 每當小朋友生日的時候 我就會為他演奏一曲 不過前幾天旋斷了 所以我拿來這裡換 那我的吉他也是在這裡買 可是我來到這裡換旋的時候 意外發現一個新的訊息 那就是全運音樂社的店長 竟然是我們的校友耶 跟大家打個招呼吧 哈囉小朋友 那你現在已經大學了對不對 對 那根據我剛才的了解 你也有自己的band對不對 算是有 那有在這裡教嗎 有 潘老師剛才得到一個重大的訊息 就是全運音樂社他幾乎定期了 大概每一年都會為他的學員 去準備一個演出是吧 嗯 對 那今年的演出很不巧 就是在哪一天 明天 明天 潘老師今天拍完專訪 還有趕著回去做影片剪接 發布的時候不知道有幾個人來得及看到 不過這仍然是一個非常值得報導的消息 這是校友的活動嘛對不對 校友齁 你以前是哪一班 呃六年十一班 六年十一班 張文華老師 對啊 我有印象 男伴女過 嗯 喔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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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真的是校友 我想起來了 天啊 沒想到到處都可以遇到校友 想不到他現在已經是吉他高手 你大概練多少年了 八年九年有了 有了有了有了 各位小朋友 潘老師常常都跟你們講要有一個興趣 有一個興趣事好你就不會無聊 那不管是玩樂器畫圖都是很好的事好 所以你有一個樂器 有一個興趣是樂器 潘老師也非常為你高興 呃那你就可以像我們這位學長一樣 將來甚至成為店長喔 以上潘老師在全音樂社所為你做的採訪報導 各位同學拜拜 拜拜